新冠肺炎疫情令大家觸不出戶 更衍生扎經濟概念股 近期這類股份被受青睞 表表者就有ATM、阿里巴巴、騰訊和美團點評 美股方面,亞馬遜走勢就更飆青 股價創新高之餘 亦都大協創辦人貝索斯的身家 今年累積升了240億美元 即是折合大約1,872億港元 達到1,388億美元 與財富全球500大富豪 其內財富累計縮水5,283億美元 形成鮮明對比 工人國際就發表報告指 雖然互聯網過去是改變了人類的生活習慣 但疫情就首次迫使大家完全由物理世界中脫離 真正意義上的數碼革命是即將來臨 而技術革新重塑互聯網的產業範圍 原因是疫情趨新的應用場景會刺激創新 將科網發展帶入新的增長階段 工人國際又相信疫情衍生的另一個趨勢 是加速5G、數據中心等數碼基建 並且加緊開發人工智能AI 和工業互聯網等等 推動工廠自動化和智能化 減低人類面對疫情等災禍之下 供應鏈隨時斷裂的風險 而事實上 疫情突險互聯網的重要性 就開始科企港緊投資 據報短片分享平台抖音的母企 字節跳動就準備逆市在全球招聘1萬人 其中3,000個職位是與高端研發和軟件編碼相關 而騰訊在上個月亦都計劃公開招聘超過5,000人 全年屆招聘數量將會較去年提升2.5%以上 冬企基金管理董事總經理龐寶龍就認為 疫情加速了摘經濟在社會的普及 內地勢將加碼刺激內需 應對不利的外貿環境 所以ATM 長線仍然可以吸納 東網記者黃詠玉不斗 讓你們看新增了賺分任務 每日簽到和閱讀指定新聞 快點下載東網APP 一邊看新聞一邊賺到更多OM.CCCOIN 捐取豐富獎賞